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会犯错 即便是最聪明和严谨的科学家也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进行研究和科学验证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更具有经验的建筑师 更受欢迎和推崇的原因 然而即便是著名的建筑师和建筑团队 他们也可能带来某些糟糕的建筑错误 从美国加州迁徙塔的下沉和倾斜 到中国不得不爆破的烂尾楼 因为这些建筑错误 他们都付出了史上最为昂贵的代价 本期地球军就为大家带来了 世界各地出现的五大超级昂贵的建筑错误 正文开始前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往期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五名 中国丽阳星城难尾楼 在中国云南的昆明市 丽阳星城二期工程于2011年开工建设 他们在四个大型场地上 建造了19座高层建筑 以容纳住宅和办公空间 然而 施工开始仅一年后 该项目却已一手 新公司设法完成了前四座高层建筑 但由于财务问题 其余建筑物的建设于2013年停止 其他十五座建筑物已经封顶 但尚未完全完工 多年来 地下室开始被雨水淹没 导致地基损坏 无法修复 2020年12月 另一家房地产公司 以约1.5亿美元的价格 购买了该物业和项目权 他们很快发现 又8年历史的建筑物 已经无法满足 不断变化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而且还存在安全隐患 于是决定拆除未被使用过的建筑物 拆迁人员放置了超过4吨的炸药 并采取了措施 以确保拆迁尽可能安全 最终 在2021年8月 计划中的拆除工作开始了 经过多年的规划和建设 他们在45秒内倒塌 这可能是中国最大的一次拆除行为 第四名 美国千禧塔 这座住宅楼于2009年竣工 是旧金山第六大建筑 高近200米 摩天大楼的建设 花费了传教街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总计3.5亿美元 而且进展似乎也很顺利 2016年 为一个公寓支付了高达1300万美元的居民 发现千禧塔的下沉和倾斜 当时的调查表明 塔的地基是用沉沙 而不是基岩建造的 无法支撑沉重的建筑物 结果 千禧塔在开放仅七年后 就下沉了40厘米 此外 顶部还出现了15厘米的倾斜 在此信息发布后 法律诉讼很快就开始了 就金山市和大楼内的房主协会 起诉了开放商 而后者又指责另一家 负责建造临近跨弯换成枢鸟的公司 但事实证明 问题甚至在他们开始之前就已发生 2018年9月 许多居民报告说 听到了支支声和破裂声 就在半夜 36楼的居民被一声巨响惊喜 结果他在房屋发现了破碎的窗户 这意味着 该大楼存在非常严重的结构问题 最终 这些诉讼得到了合并 并发布了解决问题的和解协议和解决方案 工程师制定了1亿美元的计划 在大楼北侧或西侧的基岩中赠孔 他们的计划是安装50多个新装 这些装将延伸至基岩70米 支撑塔楼并在几年内减少倾斜 新地基的建设于2020年开始 但在2021年8年的最近 又不得不再次停止 负责监控该项目的人员指出 塔楼又下沉了2.5米 倾斜度再次增加 截至目前 它的顶部倾斜超过56厘米 在返回修复之前 该问题正在再次接受调查 第三名 芬兰奥尔基罗托三号核电站 全球有30多个国家使用核电 来满足电力需求 芬兰大约30%的电力 有何能提供 2005年 芬兰政府认为 核电数量还不够多 如果他们想要减少煤炭使用 他们需要建造更多的核反应堆 他们的计划包括 在位于埃乌拉约基的 奥尔基罗托 核电站 增加一个现代化 且非常高效的第三台机组 这将使芬兰的核电产量 提高近60% 该反应堆的前两个单元 已投入使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就一直在发电 而第三座反应堆的建设 从2005年开始 是西方国家15年来 建造的第一座核反应堆 从一开始 该项目就受到施工延误的困扰 尽管拥有 奥尔基罗托发电厂的 TBO公司首先承诺 新反应堆将于2010年开放 但它如今依然还在建设中 主要建筑 其实很早就完工了 但核组建 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安装 此外 业务纠纷 供应链问题 和日程安排延迟 使该项目 泄入困境12年 超出预算约80亿美元 据专家称 部分问题在于 一段时间内 没有人建造过核反应堆 在之前的核反应堆 和奥尔基罗托三号的 建造之间的15年时间里 经验丰富的建造者 已经离开了公司 此外 承包商还没有为 建造安全核反应堆 所需的严格标准 做好准备 换凝土地基 在放置后不久就被发现 存在不规则的问题 因此不得不重做 承包商没有正确 锻造反应堆的一些金属部件 项目的焊工 在施工开始之前 也没有告知正确的做法 此外 项目的规划也是一大问题 由于与核电站相关的行政问题 文件和许可 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解决 TDO最终承诺 奥尔基罗托三号 将于2022年2月开放 用于常规发电 该项目的原始成本 约为3亿美元 并且逐年增加 由于延误核问题 现在估计总项目 已耗资110亿美元 几乎是原价的4倍 第四名 美国旧金山到奥克兰 海湾大桥东跨重建计划 每年有超过2700万辆汽车 在美国伊尔巴布埃纳岛 和奥克兰之间行驶 他们所有人都乘坐 试车道的旧金山湾大桥 每天通勤超过3.5公里的水域 这么长的桥梁 比足够是安全 但1989年的地震 引起了人们 对它的断层的关注 1989年10月17日 一场名为洛马普里塔的 6.9级地震 摧毁了原海湾大桥的一部分 市政府官员别无选择 只能解决结构问题 并使桥梁再次安全 然而 决定桥梁改造和修复的成本太高了 相反 就金山官员决定举办一场 新的桥梁设计竞赛 随后 一项新设计 花了十年时间才达成一致 他们计划 用自谋式桥梁取代东跨计划 专家组一致认为 这样看起来更好 不幸的是 这种类型的桥梁的复杂性 被证明需要一大笔钱 稳定感经常断裂 需要修理或重新制造 他们决定使用护兰而不是障碍物 但这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腐蚀 某些部分未对其 从而增加了地震破坏的风险 此外 因为缺乏焊接质量 从而导致了漫长的调查 和几次昂贵的修复 海湾大桥的东跨工程 耗时十一年建成 它是加州最为昂贵的基础设施项目 但未来可能会被新的高速列车取代它 夸张的是 这座桥的总成本 极其多次故障花费 仍然未知 但在2019年估计超70亿美元 这已经超出了原始出价 10亿美元的气倍 5 拉斯维加斯哈蒙酒店 拉斯维加斯的城市中心开发项目 是位于拉斯维加斯大道中间的 城市综合体 在2014年11月 被宣布将成为一个高端生活体验区 其中包括了住宅 公寓 零售商场 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所有便利设施 这个独立的小城市 包括了一个哈蒙酒店 该酒店是一座 137米高的混合酒店 和住宅高层 其中包括一个可以俯瞰 拉斯维加斯的屋顶游泳池 哈蒙酒店的建设 10月2001年 其成本估计约为2.75亿美元 可当进展完全停止时 它只完成了一半 2008年 检查人员在建筑物中 发现了严重的结构缺陷 用于稳定49层的钢筋 安装不正确 导致施工在28层之后 就停止了 公寓从计划中被删除 这意味着 必须向已经购买的人退款 设计的这种改变 导致了更多的延迟 最终 施工完全停止了 哈蒙酒店的所有者 米高梅 将建筑物包裹在反光玻璃中 并将其作为广告空间出售 2011年 有报道声称 哈蒙酒店 无法在地震中幸存下来 它可能会因为结构问题而倒塌 作为回应 米高梅宣布 拆除该建筑 由于其他建筑物靠近摩天大楼 因此 它只能被逐层拆除 而不是进行爆破 这个过程始于2014年6月 并于2015年完成 拆除耗资约为1.7亿美元 哈蒙酒店总共花费了米高梅 超过4.5亿美元 由于极端的结构问题 它从未使用或向公众开放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觉得还有哪些足够昂贵 却没有上榜的建筑错误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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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输来